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吃喝玩乐有学问 好 吃喝玩乐有学问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来自于史南投 一位餐厅的负责人 他的人生有转业的契机 那他是在他的餐饮上面 所提供出来的一个新的尝试是如何呢 非常谢谢一笔 大家好 各位早安 非常谢谢一笔 你做过节目主持人还紧张 我们可以在脸书上面看到 一笔的卢山真面目 同时他今天也带来了他们的餐饮 好 我们先请教你 你原来是电台节目主持人 对 当大概七八年前吧 在回山上之前 那为什么就回去了 一方面是当时爸妈身体不太好 那需要有人在家照顾 可是我们三个小孩子都不在家 那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契机 就是可以离开都市 然后回山上去 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你原来就是南投的 男投信义商 对 然后你出去多久了 我从国中毕业之后 一直到三十二岁都在外面 我才回去啊 恭喜恭喜 所以你回去开了一家 曼午厨房 今天吃饿完了有学问 我们制作团队非常谢谢 所邀请到的就是 一笔的曼午厨房 他今天带了一些 他们的餐点给大家看 那你的曼午厨房 是什么样构想 这个所创建的 现在曼午厨房是在哪里吗 信义乡的旺乡部落 哦是 所以他的这个客人是 观光客还是在地区 观光客比较多 因为在我们那个地区 有一个东浦温泉 有温泉区 那现在又进入旺季了 因为梅花跟樱花都要开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外地客 是越来越多 所以你回去多久了 七八年有了 哦 回去那么多年 餐厅开这么久了 没有 餐厅开了一年 哦是 然后开始卖 吃的大概是两三年的时间 哦 为什么要这个做餐厅 今天我们看到你这个 这个是 咸蛋糕 野菜咸蛋糕 野菜咸蛋糕 就是说想到法国的那个 kitch有没有 那个 对对对 留点类似吧 其实我们很多的做餐的概念都是从 就会结合像欧洲啦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一些料理 越南啊 泰国等等 因为当我们讲到野菜的时候 大部分的都市的朋友都会比较害怕 会觉得自己像牛 或者是羊 所以呢我们用 他们看过或见过吃过的东西来包装 把野菜融进去 那漫五厨房是一个 使用野菜非常大量的一个餐厅 我们将野菜放到所有的餐点当中 所以你在一个套餐里面 可能会吃到六到九种以上的野菜 嗯 对 这些野菜都是在南投当地的野菜呀 对都是在我们部落周围 哦是哦 所以你们从小就训练你们怎么样去识别野菜吗 其实我是半路出家的啦 哦是哦 半路出家什么意思 就是早期都是在都市嘛 嗯 那回到部落之后 其实才开始慢慢的把以前的一些文化啦 一些记忆啊 再重新找回来 嗯 那再结合现在的一些饮食 其实我们用的野菜不见得都是山上偏多 其实在平地有一些老人家 他们会想到说 啊这个小时候 他八岁的时候 来的时候已经七十岁了 他八岁的时候 在当时当年呃 比较物质缺乏的时候 他们就吃这些野菜 哦是哦 嗯 所以那你自己怎么辨识 你要学习呢 是 我们需要去做一些呃 田野调查 好 需要问起老 那也会对照一些书本 嗯 对那样相对的去对照 然后自己再亲身走进去采集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这个啊 卖武厨房所卖的野菜就是部落啊 大家所熟悉的 是 而且它是 这些野菜是专门种的还是真的就是 嗯这个啊 百分之八十是 生在乡野的啊 对 它是野生的 哦 神龙藏百草的概念 哎有那种姑婆玉 你记不记得 这个我们的徐活泳 这个发言人 那个时候吃了姑婆玉 结果就中毒了姑婆玉 或者就很有名 姑婆玉这个东西在 所以类似姑婆玉这种东西 在这个三野之间 不会这个偷偷的藏着吗 不会因为它太明显了 哦 它的这个叶片 比雨伞还要大 对 那一般来说 我们从小就知道 那个东西不能吃 嗯 但我们知道 当我们被蜜蜂钉到的时候 要去找姑婆玉 哦 才能酸碱平衡 哦 那可以消肿 哦 那所以你们找的这个野菜 呃 是跟毒无关了 都无关了 对 但是这些野菜都可以 啊 相融相合啊 可以可以 那我们花了四个月的时间 去做尝试 把每一道野菜呢 譬如说 大花咸枫草 嗯 我们用榨的 用煮的 用蒸的 什么什么草 什么咸枫草 大花咸枫草 大花 俗称的鬼真草 哦 会黏衣服的那个 哦 那一般是炸草 哦那些是可以吃的 是可以吃的 哦那我们小时候出去玩 它常常黏在身上 那个 对对对对 那个炸起来好吃哦 还不错 哦是哦 那我们试了很多方法 就是让每一个野菜都有它特殊的制作方式 嗯 所以在我们的风味套餐 它必须要用预定的 嗯 一天以前 因为它九道菜 嗯 有九种不同的做法 哦哦是 煎煮炒炸 等等 哦 所以比较繁复一点 所以你把我们平常这个 大家有的人所熟悉的野菜 把它这个 嗯 作为这个 就是桌上菜 对不对 大花咸蜂草 对 这个 嗯 它有点苦味道 这个是你自己发明的吗 我不晓得算不算发明 因为应该也有人在食用它 可是真的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料理当中的话 在新义乡水里地区南投县 其实我们算是先驱吧 嗯 那这些 这个 嗯 野菜它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 像我们还是举这个 大花咸蜂草来说好了 嗯 它在最近中研医院的一些研究里面呢 它已经可以研究出来说 它对糖尿病是有帮助的 嗯 对 那在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就听老人家讲过 早期老人家 他们在身上工作 打猎啊 身上会 难免会有一些外伤 嗯 那他们会随便采集一些 路上的咸蜂草 放在嘴巴咀嚼 然后再贴到 它的伤口上面 可以做暂时的消炎跟 呃 这个阵痛 哦 对 所以它有很多的一些做法 那我们所用的这些野菜 其实它整株都可以吃 哦 跟筋叶都可以使用 嗯 对 我们有另外一个野菜是野线 嗯 它的叶子可以拿来 呃炒 嗯 那它炒起来会有茶香 哦 可是它的 根的部分 在洗干净之后 直接跟鸡一起煮的话 它会有人生的香气 嗯 所以它在不同的部位 在做不同料理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香味 跟口感跑出来 所以你现在总共有多少野菜 常用的大概十六种 哇 嗯 十六种啊 十六种 那这十六种都是在你的餐厅的附近的山上 对 基本上 你怎么保证它们这个来源不断呢 嗯 我们会随着季节 季节不同 所以这十六种不是说同一个季节会出现 是是是 那我们会一年四季到处就是去看 哦 呃 比如说昭和草 大初 嗯 那我们的炒菜会换成昭和草 大初 对 昭和草 我们平常认识的吗 认识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山童蒿 哦 OK 那它的名字也很特别 是比较好记哦 昭和年间日本在攻打其他国家的时候 在攻打前一个月会先派飞机去撒这个昭和草的种子 嗯 那日本士兵去的话 他们只要带晒干的稀饭跟一包盐巴 嗯 到当地没有肉 去拔昭和草吃啊 对就配着昭和草 它们就是一餐 又有体力可以攻打下去这样 那所以现在南投很多昭和草 其实全台湾都有 哦 但是一般人不认识的话会把它当成杂草 这昭和草的故事好奇特哦 嗯 是 嗯 它怎么怎么做了 呃 我们会 你刚刚讲草来吃 草来吃 它会有比较像 山童号 所以它味道像童号吗 对 而且比较重 味道比较重 味道更重 对 所以它除了当煮菜之外 它还可以拿来做香料 嗯 晒干泡茶啦 或煮汤啦 嗯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做法 是把它加进 这个 可乐饼里头 嗯 那可乐饼一般像日式的 里面就是 会有一些碎肉 或者是 奶油的香味 跟马铃薯嘛 那我们再把这个 昭和草的部分 再加进去的时候 它会把它的这个味道 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去 嗯 会有渐层跑出来 所以你这个 漫五厨房 就是部落的野菜为主吗 对对对 那部落里面 其他的这个 你们自己的族人们 是 平常在家里 也是这样吃饭的 是 他们会 食用某些 喜欢吃的野菜 例如说龙葵 嗯 龙葵是一般老人家 讲的欧吉亚菜 龙葵就是那个 有虚虚的那种吗 不是不是不是 它是另外一种 比较 呃 现在很难解释 嗯 但是它煮起来呢 早期老人家是 不加 盐巴 只放生姜 然后煮 煮滚了之后放凉 嗯 装进水壶 带到山上当茶喝 嗯 对 那它在煮汤的时候 会有特殊的清香 跟甘甜跑出来 嗯 哦 结果呢 嗯 所以你 这个 总共 开发了这些 这个野菜 然后 在不同的季节 那这个季节是 哪些菜最 最最 这个 比较 这个最 受到欢迎啊 还有等一下 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所谓的 咸蛋糕 有点像 嗯 这个 慢午厨房的 kinch一样 嗯 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好像有肉嘛 对 好像哦 嗨 我们今天段馆告 马上回来 慢午厨房 哈 在南头的信义乡 是哈 这个 嗯 嗯 一比 他从小 啊 国中以后离开 啊 部落 然后这个 在台中市区嘛 嗯 在市区这个工作 而且做过电台主持人 现在回去了哈 跟你的太太一起 是 做打拼的一家餐厅哈 马上回来 吃喝玩乐有学问 我们为各位所介绍的 就是这些 我们的年轻的时代 他们在他们的领域里面 在吃喝玩乐 这个行业里面 啊 为自己所做的生涯的 专注的努力哦 呢 听起来好像很轻易 其实每一位 我们的受访者 他们都经过了 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 但是他们的目标专注 最后一定会这个成功哦 立刻回来咯 慢午厨房 还有什么好东西呢 你不要错过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好 欢迎大家 继续来到我们的 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 这个 慢午厨房 它是一笔 回到他的南投信义乡的部落 所开的一家餐厅哦 那刚才介绍了 在现场的这个叫做 这个是点心嘛 对 是野菜熏鸡 所做的一道 有点像好吧 就是你们慢午厨房的 kitch就是了 是 咸蛋糕 然后你今天还带的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店里面的一个特色 它叫做凤梨梅酱 听起来就四个字简单 但它里面它的做工繁复 然后里面的料也特别多 是拿来吃面包的 可以 那拌沙拉也可以 它可以当抹酱 或者是沙拉酱 好 沙拉酱的话还可以再用热水 再稀释一点 好 那你们再看一下这个 你还有哪些煮菜 好 ok来 有看到 有 在我们镜头上面给大家看一下 ok 好 我们的布农野菜风味餐 它是需要预定的 那在前一天 要打电话先进来预约 才能吃得到这一套餐点 如果没有预约的话呢 可能就只能点现场现点 譬如是披萨啦 或者是焗烤类的 还有越南的炒河粉 还有这个日式的青鱼汤泡饭 那虽然这些名称 感觉上好像在都会区都有卖 对不对 可是呢 我们在里面就加入了一些野菜的巧思 例如说 在这个炒河粉 你觉得它的味道可能是台式的 但并不是 它是酱油香带一点 东南亚的酸味 所以它比较像偏 这个东南亚地方的一些口感跟味道 那一开始醋的味道或是柠檬的味道 酸味比较重 客人吃了会吓到 可是在吃了第二口第三口之后 他才会觉得那个味道是平衡的 那之后它就清盘 那也达到了我们餐厅的一个小小目标 就是零厨余 那我们现在厨余率大概控制在 百分之三以下 对基本上是不太有剩菜的 那你的那个 经营以来有哪些心得呢 跟你以前做电台节目主持有什么不一样 你的客人的来源是观光客为主 以观光客为主 那回部落这几年 我一开始是先从经营民宿开始 那在民宿里面 我们会提供早餐啦 或者是他们要订这个 和菜型的风味餐 那我们会跟着 就是跟妈妈一起学制作 那再经过了几年这样下来 有一次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一个很刁的客人 在碰面的时候 他们的态度啦 各方面其实都不是很友善 可是因为是一个家族 所以我就被赶走了 说啊店长你不用在这边 我们自己来处理就好了 那隔天早餐我们要吃汉堡 我说好 结果那天因为心里面受伤 然后回家的时候 被朋友绑架去喝酒了 喝到凌晨三四点 当时啦 然后呢 等到我醒来的时候 已经六点半 他们七点要开饭 所以我回到厨房就开始 瓦斯啊 就开始炒啊 热菜啊 蛋啊 稀饭 一上桌 那个妈妈就说 哎店长 那 他又吃汉堡不是吗 对 啊汉堡咧 结果啊糟糕 我心里面想说 这两万块收不回来了 住宿费 结果大概半个小时 吃完饭之后 听到一个敲门声音 店长 我们出完了哦 不要帮你洗 那时候我就觉得 有点吓一跳 因为他说 你的手艺可以嫁人了 真的吗 然后那个妈妈是很满意的 那是你第一次做这个东西 给客人啊 对因为那时候妈妈在医院照顾爸爸 那我一个人乘着民宿这样 哦 然后从那次开始我就去思考说 是不是我的东西真的可以卖啊 你那天早上到底做了什么啊 就是一般的家常菜 因为我不喜欢吃这个热稀饭配酱瓜啦 冷的东西 所以我一定要热炒 然后热炒了一些青菜 对大概有七道菜左右啊 是哦 对 所以做完了之后 七道菜的早餐啊 怪不得他们会那么满足 然后他儿子不吃那个稀饭 终是早餐的 就把它吃光光 然后妈妈很满意 那时候是我开始认真去思考说 我是不是可以卖吃的这件事情 哦原来这是 这个这件事情 所以那妈妈变成你的这个 人生转业的一个退手 她也许不知道 但是其实是因为那位客人 然后这一路这样下来 那妈妈是台北来的吗 高雄 哦高雄 她这个头吹得很高 对然后一下来之后 那个气势哦 霸气凌人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 我试着开始推出一些小东西 让客人试吃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去累积 要吃我的菜的客人 他们是我的这个基本盘 一直到跟太太在一起 结婚生子 然后有了这家餐厅之后 有那些客人先来试吃过 给我们好的评价 或者给我们一些建议 我们再去做修正 然后再上试 那个时候客人就觉得 比较属于这个大众口味 然后打枪的几率也比较低 然后一直持续到现在 餐厅盖好 大概一年多 那我们的这个客人喜爱的程度 如果说在当地你按这个 Google Map的推荐 餐厅的推荐的话 我们就是在第一家 嗯哼哼哼哼 所以你就慢慢这个 这个就开发了自己的慢无厨房吗 那我们看到你有这个 煮菜刚才给大家看了 这是你们的煮菜 这是这个就是 所以你们除了 除了吃部落的野食之外 是有肉的吗 是 OK好 很多人会误会说 来到山上一定要吃烤猪肉 那给大家一个观念 烤猪肉 咸猪肉很好吃啊 他们的观念是烤山猪肉 很少吧现在 山猪很多 山猪很多 可是山猪不适合用烤的 不然你咬三个月都不会烂 那山猪应该怎么吃啊 它应该要切薄片快炒 它吃起来是脆口的 或者是用小火煨煮 让它软烂 可是它不会像一般的肥油这样烂掉 它会变成胶质 你真的可以找到山猪肉啊 可以啊 OK好 去找这个 伊比的漫五厨房 吃山猪肉 但是他说山猪肉不是用烤的 是用这个 是用快炒 你这边还有一个 你们自己的披萨 对不对 野菜披萨 这个我们的另外一个料理系 就是披萨的研发 那我们有很多种的这个组合 有用主要用到这个大花咸蜂草 或者是招合草等等 OK好 非常谢谢伊比 今天从南投信一下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祝福你一切顺利了 大灯托去找你的漫五厨房 谢谢 祝福你 谢谢